大家好,欢迎收看今星期的赢在美股 也是我Jacky跟大家分享美股那边最新的资讯 上周跟大家说了非常关键的星期 连接下来,三、四支大羊竹周线图 主要是三支,第四支是否出现呢?就看今星期 先评论一下,说了三星期前的6%羊竹 是一年以来最大的周线图羊竹 然后继续下来,连续两个周线图羊竹也是2.37% 刚好就这么巧了 Anyways,三支阴阳竹加上就我们最最最最最希望所见 基本上这10%多的升幅 就是由这个回调,大概7月中 直到10月底,这回调差不多都威風了 而之前周线图的四支支升 就是今年的高位14,400 而现在就是14,100 上周不去收市 所以周线图就一直很高 上周主要是升2.37% 都是升一天,就是升一天 美国上升星期二那天,之后那几天,0.7、0.7、0.8、0.0.8 基本上没什么移动 最当然最厉害就是大列后 发生什么事呢? 上周也说了All Eyes 除了拜登和习近平会面的事项之外 当然,像我这类型看经济宏观经济分析派 那些当然是看星期二晚的CPI数据做人 果然,星期二晚的CPI才是主角 因为你看到CPI公布得来 加上PPI,两个都非常敏敷 都是出现红色的数据 记住红色现在是好消息,好成绩 因为我们想CPI的数据要换和 红色的意思是比预期低 那你问,Jackie是不是很好,现在达到2%或者低很多? 绝对不是的 那你见到,整体的CPI是3.2% Core CPI是4% 低于预期0.1% 那Jackie,低于0.1%都可以差这么远吗? 那你要看看当时的市况 还有,要夹合究竟发生什么事 刚才加密记者说过,有两支大洋桌去配合 那这两支大洋桌,其实上周都跟大家说过 就是拜登和局长的官员 亦都一连串跟大家出了一些口述 就是说有机会 现在,离联期房和CME Group在perice specified 最后设计的下个月也没有加息 下来年也未必 RE是 減升就未必知道,但似乎相对于是放夹多一点 所以夹合这个CPI数据,市场更加去估计 就是这个terminal rate的percentage也是下跌的 变相这个CPI数据公布出来,刚才所说,列口高开 就是那个股市那边大升 还有一个东西,就是整体的CPI连续升了几个月 上个月就没有升跌,连续两个月 都是保持3.7,上个月的预期是3.6 两个月都是严重 所以这次是由这个年中到现在,到年底 第一次数据终于向下 由3.2%至3.2%至3.7% 主要其中一个原因就是油价,能源的价格 它带动整体的CPI上升 大家也有看到油价由90多元的高位 因为以色列刚刚公布的战争消息 9月尾10月头那段期间,虽然上周 最后升了4.4%至4.4% 现在回到70多元到这些位置 令到CPI有度改善 也差不多4-5个月的第一次 终于回回回,亦是回得比预期多 所以在这几个数据中加上了 令到股市比较正确的 即是CPI的数据的反应 我们也是说一句 升的时候不要过分乐观 跌那句也不要过分悲观 现在升得这么厉害,反过来又要担心问一句 哇,这样反应连续三个星期大大阳烛地升上去 是否真的可以继续保持着呢? 其实答案就是星期二、三、四、五 都稀枪了给我们看 不要以为是这么简单 你不要说一气苛城 就可以去到之前14400年 即是年中的位置 当时的上升通道升得很厉害 现在首先我们要对付114150点 这个就是9月当时的 Bounce Pack Retrace时的高位 很明显上星期也看到 还未有新的消息 在数据公布之前 似乎是未必能够穿 14150点左右 这个阻力位 先再去试14400这个高位 如果年底 Bounce Pack Retrace时的过多月 真的可以弹穿再试14400 那绝对值得抵赞 我亦都希望大家 好像我这样 如果真的弹得到这个位置 就一个过一个挺好的 如果说股票市场来说 一个不错的一年 但是都是说 不要过分乐观着 一关一关看 因为 除此之外 上个星期也有一些 政治的因素 都引起了很多大家的 惊喜的问题 其中一个就是 拜登 跟这个中国的习近平 是第一次 2021年第一次 就是会面的 这是美国那边 大家还记得 应该是年多的时候 派了Nancy Pelosi 那时候去台湾那边 引起了很多很多 就是一些矛盾 中美的矛盾 那从那次 还没试过会面 那今次 就是Tension 大家有些 很多人认为 都还是非常高涨 当中 这个会面 我上个星期都和大家 在live那里说了 就是有得见 好过无得见 因为我经常都说 他们通常这些会面 都是做个样子 只是做一场戏 对不对 大家都知道 深过句话 不会说出来的 对不对 但你做个样子 at least 都嘻嘻哈哈 少少口 大家压下手 不用冷面 有时候这些会面 可以的 但你若得这些会面 就少些了 我们说的 譬如那些 什么 国民议会 那些会有 但在这情况之下 我们看到 都是比较正面的 那大家有看新闻 也知道 拜登和这个 大陆 不是 拜登 拜登和这个 习近平 OK 都表面上 都是比较正面的 但是用的字眼 仍然有一些 有些要留意,但总算过了一关,没有什么太大太大的negative impact towards the market 但如果股市要再升上,就要再靠其他动力推一推 其中一个可能就是业绩报告 上个星期,零售股公布了业绩,我们拿着HOME DEPO,WARMART,TARGET等等都公布了业绩 普遍来说是不错的,除了WARMART跌8%之外 你看到其他,我刚才说的几家HOME DEPO就大量周线图升5%,TARGET就更加夸张,升了十几个,19.9% 零售数据普遍来说,近几个月,虽然很飘忽,但也算是不错的结果 这次上星期的零售数据亦公布了,算是按月增长比预期好的结果 如果看回零售这些公司,其实一个答案是,都是有warrison的 即使HOME DEPO升5-6%,TARGET升20%,和WARMART跌8% 其实公布的成绩出来,我们也看到有跟WARMART的CFO说的 Consumers are focused on needs, not want 这是一个很明显的trend,每间零售公司都是这么说的 最基本的东西,一追求的东西,看到消息亦有点上升 亦看到价格,之前通胀通得爆了,有很多价格已经开始通胀缓和,甚至乎谈谈谈谈的 就是说一些basic needs的东西,反过来,我也是说HOME DEPO当时,9点钟星期版,有跟大家说 HOME DEPO比较big ticket items,反而来说,那些销售相对比较差 WARMART也是一样的,因为focusing needs,即是需要的 want,即是想要的,反而先hold off 当然,看到现在价格上升高5-6% mortgage rate达到7-8厘 现在这些时候有钱的,很多市民当然都放上去 或者放在银行收下息 而不是做一个大的装修,或者在WARMART买电视 现在高息的环境是出现零售的业务,出现现场是正常的 那你会问,为什么WARMART跌得这么厉害,其他两架就升得很厉害呢? 主要是因为,大家先看看股价 Target由高位260-270元,跌到低位100-100元左右 前两个星期就是了 现在上星期升上去,主要是因为跌得太过分了,一半都没有 所以结论得at least是positive,少少的结果已经弹上了 HOME DEPO也是一样的 不过这些程度,没有跌得太厉害 400元左右,高位300元左右左右 但至少上星期升了15元,大概5% 绝对是值得庆祝的 而WARMART是历史高位去迎接业绩报告的 最高的时候去到170元,结果收市 所以他们的期望相对于是比较高 虽然如果你看回报告,都是比较大 都是要跌 WARMART可以升,就是因为这个trend和估值的问题 所以我们常说不要只看业绩报告、macro 当然估值也是非常重要的 我说到估值,当然要看很多科网股上星期 其实都值得留意的 因为科网股也升了一大轮 由之前早前的回调之后 例如Home Depot Microsoft一路一路就破身高 上星期四最厉害到376元 星期五虽然市场微微微升 但Microsoft和Google我自己的两个外股反而跌1% 一日半日总会有一些 Hiccups 当然,Wichels要留意 Microsoft周线图出现了射击之星 最要留意就是这个NVIDIA 早就跟大家说了 400元就忘了487元 当然最后就500元 很明显500元上星期三四五 已经遇到这个阻力了 傻的也知道都看得到这个阻力 是要有某些事项才能升得破 究竟什么事项呢? 当然,这个星期All eyes 星期二晚,美国时 即将就会公布NVIDIA最新的报告 NVIDIA 过去这两个季度 都不准备了 公布完都录得很好的成绩 主要带动当然 再说那句 AI的因素 令到NVIDIA的 是非常飙青的 巨大博依然是 Skyrock by 481% 481%的增长 也预期升173%的增长 这两个是很难避陷到 而,SOLFA甚至NVIDIA 但要留意,今季度亦有一个因素,早几天没有 就是中国那边的质量进入境,进入美国半导体 亦影响了NVIDIA跌了400元,其中一个就是那样 看看业绩报告会否有影响 再说一次,AI绝对受惠了很多公司 MICROSOFT、Amazon之前也是,当然Invest OpenAI 就是其中一些受惠的例子 NVIDIA是最明显的,因为它是最前瞻的 你没有那个chip,你怎样可以做到AI 没有那个chip,没有AI就不能进入 我之前在查证跟大家说,Microsoft即将会进行的impilot 即是其中一个AI的服务,在Microsoft Powerpoint、Microsoft Excel 可以用到的AI业务 那你最前瞻的,首先升得最快 所以NVIDIA的股价就弹得这么厉害了 所以大家要值得留意一下 不是值得留意一下,星期二 吃了吃饭,NVIDIA可否升穿500元呢? 或者回落下去呢? 我想就一定要看星期二的结果 因为很明显市场就说,你升穿500元,你给到好成果 我先说,星期二 是不是? 1,2,3,4,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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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是要证明给我看,你真是这么厉害了? 我希望它可以证明给市场看 因为我自己就继续持着这只股票 Microsoft之前的业务报告也弹了 做得不错,就弹了上去 但我都说,周线台出现射击之星 也要留意今星期不会阴烛确认 你看到射击之星也挺大 还有就是Amazon和Apple 都是未升穿的,尤其是Amazon 已经遇到垂头三支羊竹,去到145元左右 看看可否再穿上去,就弹了160多元 Amazon也忍了很久,这只股票力量大升 大跌的时候又轮不到它 看看可否再去到168-168 就是短线的目标也挺高 希望是20多元的进帐 Apple也是从比较差的业务报告 回到大约190元 因为主要是大市升 值得留意就是Costco Costco这只股票未公布计息 但上周受Walmart拖累 由高位$600.599.89 回到上周五是$577 做了一些跟刚才说的Microsoft 非常相似不重大的射击之星 也出现了570元 至于支持位置也非常敏感 但记住,射击之星不是end of the world 是要阴足确认才是end of the world 所以如果今星期 橫行或是弹上去 确认不到射击之星 就不需要太担心 但上周虽然股市的升 反而你看到那些金融股 就很厉害 BAC上升8% 都不知多久 未见过这样的情况 JPM也升4% 似乎 这个$144 这个位置可以有少少支持 但回到短线$158 有没有可能能够到 上三个星期 我自己当然非常开心 贪斯这么大的阳烛 希望可以继续extend 今星期继续看 就是刚才所说的NVIDIA的业绩报告 是星期二 市场绝对是all eyes on 经济那边Macro上 似乎今星期五 好像上周似乎有CPI 也未到飞龙的结果 所以要继续一下 不算是非常厉害的数据 当然大家记得 如果想知道我们的组合 每一晚的动静 记得下载我们的App 也订阅我们的升级版 订阅我们的升级版 现在有一年一度的 Black Friday的优惠 一节再节 非常便宜 现在一说$698 可以加入我这个升级版 12个月 每一晚都有最新的更新 我都会跟大家说 有买有卖的时候 一定会是新鲜的 和大家更新 说$698 12个月 一个月是几十元 师傅的12个月 是$1250 就是三点钟出的 除了我自己和大家 在新加坡每一晚和更新 之外 我们都有一个虚拟组合 也有很多不同的分析 大家可以下载我们的App 也可以订阅你的QR Code 就可以看到我们的Black Friday的Super Sales 希望大家有兴趣支持一下 今天就先说到 刚才和大家更新了很多前景 我都说了 美股一定要穿上去 绝对是看今星期的数据 或者星期二NVIDIA业绩报告 有可能可以拖累 就会遇到的阻力位 回到去 反过来 如果录得好成绩 可以靠NVIDIA 可以彈上去 除此之外 也会录到一些 当然 都是炒鹰 炒甲 大家 继续follow我们富翁电视 和我们的升级版 我们每晚和大家 更新 从升级版上 更新 好 下个星期见 多谢支持 拜拜 直播主题将会是 他绝密公开2024年 对于资产部署的看法 记得不要错过 我们有个冬季感谢日节 一个Black Friday 让大家加入升级版 升级版将会分为3点 9点钟 和大家每个交易日 用足两个循环 一暂式 更新 当日你所有要知道的 新闻分析 和最后我们决定的 组合出入市策略 和我们今次会第一次 在这个虚拟转入市算表 旁边加个感浪的功能 可能突发情况 警告 或者某些条件触发 才买入卖出 都会在资产旁边留言 让大家更加清楚 每一个执行的原因 和时机 说得Black Friday 当然有个折 今次不单止12个月会有折 还要再折一次 如果大家锁定 今天用这个低价前报名 就算我们之后 价格不断向上调 也会永久用这个价格 不断逐步 最重要是希望内容帮到大家 前排包括股市 博中黄金、美汇、CFD 和ETF 都开始收成 答应大家连终对Performance 有机会到处 别说这么多 升级版再见 想紧贴大市走势? 立刻下转我们 我要做富翁应用程式 黏着我们这班我要做富翁 请不吝点赞